高雄市爱河是重要观光景点 市府公务局在五幅集合东路口进行3D彩绘 范围长12公尺宽6公尺 而为了串联爱河沿线水域的生态特色 特别以爱河原生物种胸狠圆轴蟹为主角 养工处人员说 物种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圆轴蟹 就胸狠的圆轴蟹这一部分 它是原生的一些原生 在爱河旁边那边就有的 它是主角或其他我们有搭配一些 像水母和河豚这些 它不是原生种 可是只是说搭配上那个图案 比较多样性 它有做一些 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跳蚀 就是有一个像柱子 就海浪中不是有个柱子吗 就让小朋友或是一些民众 去做一个类似跳蚀的图案 公务局表示 胸狠圆轴蟹是台湾大型路蟹之一 每年6到9月是繁殖期 有从陆地行走到海里产卵的习性 因此希望透过逼争斗去的3D彩绘 让更多人认识这些小邻居的真面貌 如果在爱河或水边遇到了 也请不要惊扰 彩绘工作预计施工到10月17号完工 警广记者中医竹报导 不小心 我们终于迦 得到 用